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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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师父慈悲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大家奥弥陀佛 我们今天接续的上一个礼拜 中国佛教史讲解 这个汉典佛义最早传入翻译佛典 进入我们中国的 是这个安息国的太子安世高 安世高它主要翻译的经典 就是在于禅典、禅经 就是最有名的安班首义经 跟修行道地经 那除了这两部有名的禅典之外 还有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小圣佛教基础的这个 四地经、法正道经跟转法轮经 所以这个安世高翻译佛典进入中国 最早的就是禅典跟这个小圣经典 那比安世高晚大约二十年 二十年大概在西元一百六十七年 就有这个大粤之国的这个支楼佳乘 支楼佳乘呢 他也在这个东汉末年这个林地的时候 他来到我们中国的洛阳 那他翻译的这个经典 因为在当时候还没有这个经录 来记录说谁翻译哪一部经 在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时候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支楼佳乘 他所翻译的经典 就亡失了 或者没有记录下来 我们就不太晓得 那我们现在呢 比较切切的 就由这个魏晋时候的这个道安大师 他在做这个经典的注释 或是魏晋典写这个序文的时候 大概比较可以确定 这个支楼佳乘 他翻译的经典主要有三部 就是波罗道行经 跟波周三昧经 还有手刃炎经 那这一部手刃炎经 也亡失了 那只要是留下了这个波罗道行经 跟波周三昧经 那这些呢 他是主要是大乘佛典 大乘佛典 尤其是这个支楼佳乘来翻译的这个波罗道行经 是在于印度龙树菩萨之前 大乘佛教初心的时候 这个波罗最早的经典 所以他这部波罗道行经 影响我们中国自为深远 自为深远 所以现在这个另外有人说 这个波罗道行经 跟波周三昧经 是这个足佛朔 足佛朔 也有称为足朔佛 这个人呢 带来我们中国洛阳 那由他来口寿翻译 那由支楼佳乘来呢 把他记录下来 也有这么一说 但是大部分呢 还是趋向于 以支楼佳乘他翻译 波罗道行经 跟波周三昧经 为大部分人 学者呢 他们认同的说法 认同的说法 那后人呢 就以这个支楼佳乘呢 他翻译的这个文词啊 词值多福音 多福音就是直接音译 因为那时候佛典 刚传入中国翻译啊 我们比较没有贴切的语词啊 来翻译这个印度传过来的这个佛典 所以大部分都直接有音译 那这是早期这个支楼佳乘呢 他翻译的一个特质啦 特点 如果以这个特点呢 来辨别是不是支楼佳乘他翻译的这个经典 那这个波罗呢 经典呢 他呢 只要是讲无相 那跟我们中国道家 然后装思想的无为自然 或者是本无呢 有相类同 相类同 所以早期支楼佳乘呢 他在翻译这个波罗经的时候呢 他呢 也用这个我们 中国的这个老庄思想的这个无为自然 或者是本无呢 来解释 或者翻译这个波罗经呢 所以这影响我们 中国佛学呢 这个 在诠释佛经 尤其是波罗经呢 影响甚为字缘 就是演变到这个魏晋初期啊 魏晋初期啊 在解释 讲解过的波罗经 又有所谓的 格义佛教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这是一个佛典呢 出入中国的一个交融的一种现象 交融的一种现象 那这种佳乘呢 他翻译的 是以这个 保基金 或阿处佛国金 或说三昧金 这是以保基金的一个基层部分 那道行波罗经呢 他是小品的这个波罗布金 小品的波罗布金 是我们中国 或者是呢 最早 汉译 这个波罗经典 他跟后来的这个 之前 所翻译的大明度 无极金 摩阿波罗超金 或者是 修摩罗时翻译的这个小品 波罗经 乃至玄奘翻译大波罗经 里面的八千颂波罗经 都是同本异议 就显然说 这个波罗布的经典 由资罗佳乘 传入中国之后 后续 后续 他还是由 很多人 接续来翻译 可见这个波罗经 他对于我们中国人 可以说自为耗耀 自为耗耀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后续 后续再做一个 明确的阐述跟解说 阐述跟解说 那 由这个 安世高翻译 安班首益经 他可以说 跟我们中国 道家的这个土纳 石器求长生不老 这个 这个 现象 可以说 很合乎 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很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 那 佛家的这个出家人沙门 又跟我们中国人固有的这个隐义之士 啊 都是世外人士啊 有相类同 有相类同 所以呢 这 可以呢 让我们中国人呢 比较能够接受 尤其是呢 这个 佛教所讲的 人人皆可成佛 跟卢家所讲的 人人皆可成尤顺 有这个 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 那 那 支柔家乘翻译这个波勒金呢 他这个波勒信空啊 跟 原本我们中国的 道家老中思想的这个 无为 自然 本无的思想 也有相类通之处 相类通之处 所以有这四点啊 有这四点 可以说呢 这帮助了 帮助了佛教 由印度传入乃至呢 经过中亚 胡人 我们如果以中原人的这个 本位主义来看啊 就说是胡人 传入我们 中国已经固有 而且是有高度 的这个文化背景 有这个 儒家思想 老庄 道家思想 乃至道家思想 的这个中国啊 是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的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试点啊 的一个 内通之处啊 内通之处啊 所以就 就比较能够 让我们中国人呢 来接受 来接受 那我们这个 中国佛教这个 历史的这些学者 他们也有思考到这一点 他们也有思考到这一点 他们就在这个 野上俊进的这个 中国佛教史 概论 概述 他就有说到 安世高 他呢 先后 在后汉末年的时候呢 来到我们 这个洛阳呢 各别 那时候都是 各自的 各自的 来翻译 这个经典 那安世高 是翻译 小圣经典 只有加乘呢 就翻译 大圣之解 两个人呢 相差不久 才二十年 先后 把这个大小圣的经典 传入中国 那这是因为他们 各自的 这个 所 居住的 地区啊 流行的 这个佛教 各自不同 安世高 是安息国 是以小圣 为主 那支楼加乘呢 他是大悦之国 他是以大乘为主 但是虽然各自的 出生地域 的这个佛教系统不同 却是前后相差不久 同时呢 把这两种 大小圣经典呢 传入中国啊 而被我们中国人呢 同时来接受 都是呢 我们 释迦摩尼佛 金头所说的这个教法 没有对这个大小圣的 经典的成立啊 或者是他的一个历史 发展过程呢 有所怀疑 有所怀疑 那因为是这样的一种因素啊 就让我们中国佛教啊 产生了中国佛教特殊性 特有的这个叛教 叛教 因为同时大小圣呢 同时进来 同时进来 那我们中国佛教 这个出家人呢 同时都接受这样的一种大小圣经典 没有任何的一个华语啊 所以呢 就以这个叛教 来融色 来融色 辨别 这个大小圣经典的这个差异性 的这个差异性 产生了我们中国佛教特有的这个叛教 叛教 那这都在后面 我们都会再做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就是说 这个 2500多年前的这个印度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四性阶级啊 自为分明的 自为分明的 不可欲业的 就是佛罗门 差地利 比赛跟 索陀罗 这四种性的一个阶级在印度 自为严密 不可欲业 那佛陀呢 开悟之后啊 开悟之后啊 提出了 人人皆可成佛 这在当时的印度啊 是可以说是没能敢这么说的 因为印度人 他们的观念就认为说 我们是从犯天神 而来的 所以我们也是终将要回到 犯天神的 国界 国度 回去 这是印度人的观念 但是佛陀就 提出了 人人皆可成佛 主张呢 这个佛性平等 世性平等 因果业报平等 这是在印度那时候啊 是没有人敢说的 比方说 这个我们这个 绿典的结籍者 这个幽波里尊者 幽波里 他是奴隶 他是奴隶 他是一个奴隶阶级 他在给这个阿难陀王子们 这个礼法 那幽波里尊者 有一次啊 在为这个佛陀啊 礼法的时候啊 那这个幽波里的妈妈就问佛陀说 这个幽波里 这个为佛陀你礼法 怎么样啊 那这个佛陀就说 这个幽波里啊 这个吸气啊太粗了 太粗了 所以这个幽波里的妈妈就跟幽波里说 你的这个呼吸啊 这个太粗了 这个呼吸啊 可以说是 噴到这个佛的头了 所以这个幽波里啊 就很注意啊 这个吸气的时候就很慢 就震入出果 那他的妈妈又问佛陀说 那幽波里 他礼法怎么样啊 现在怎么样 那佛陀说 这个出气太粗了 出气太粗了 那他妈妈又跟幽波里说 你这个土气啊太粗了 噴到这个佛了 所以幽波里又 又敢那调整他的土气啊 就震入二谷 震入二谷 那这个 离了一回 他的幽波里妈妈又问佛陀说 那幽波里现在礼法怎么样啊 就佛陀就跟幽波里的妈妈说 他太低了 太低了 那妈妈又转述给幽波里说 你礼法太低了 姿势太低了 所以就幽波里要调整一下 就震入三谷 那后来 那妈妈又问佛陀说 那幽波里的礼法现在怎么样啊 那佛陀说 他太痒了 太痒了 那这幽波里 又再调整一下他的这个礼法姿势 就震入四谷 震入四谷 这幽波里呢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他呢 就成为佛陀的弟子 发心出家 那幽波里出家之后啊 这个佛陀就 命这个阿难陀那时候还没出家 是个王子 就命这个阿难陀啊 给幽波里 鼎礼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阿难陀不习惯 他是我的奴隶 他是为我礼法的 怎么他现在出家了 我要为他 我要顶礼他呢 阿难陀王子啊 刚开始不习惯 那佛陀就跟阿难陀说呢 这个幽波里已经出家了 他是三宝 那我们佛们啊 就这个公敬三宝 所以你要顶礼 幽波里 就因为这样 这个阿难陀啊 这个王子啊 才给这个幽波里呢 顶礼 所以这个佛性平等 世性平等 因果夜报平等 是在佛陀时代啊 才呢 改变印度人的观念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的 你即使是其他宗教啊 其他宗教 至于呢 说你能够当上帝吗 你再怎么努力啊 你再怎么修为啊 你也不可能当上帝 顶多呢 只能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 回归到神的国度 当神的子民而已 你不可能当上帝 但是在佛教的这个教义里面 只要你能够依循着佛陀的教义 精进修行 你都能够跟佛一样平起平坐 人人皆可成佛 这在当时的印度啊 乃至当时的宗教界啊 是何其的不容易啊 何其的不容易啊 那来到中国啊 正好跟儒家 儒家的这个思想 人人皆可成尧顺 我们可以说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就能够比较能够被我们中国人 来接受 来接受 这是佛陀的一个伟大 佛陀的伟大 人人皆可成佛 如果没有佛陀讲述 人人皆可成佛 我们人也不知道说自己能够成佛 自己能够透过修行 把人人本具有的这个智慧德相 把它开显出来 人呢不晓得 大部分呢 都还是依循着我们人的这个贪欲 称慧愚痴 而在于身口意造作 而堕入生恶道 所以在佛陀啊 在菩提树下 他领悟了之后 开悟了之后 其实他是要马上入涅槃的 他上入涅槃的 因为佛陀认为他所领悟到的这个法 太微妙 太高深了 众生的根气不够 他不但不能接受 反而呢 还会毁谤造业 那因此而堕落 所以他是不讲的 在法华经的这个方片品里面 他就有说到说 我始做道场 观数亦今行 于三七日中啊 在佛陀开悟之后的最初 三七二十一日 思维如是事 什么事呢 我所得智慧为妙最第一 众生诸更顿 灼热吃所忙 如失之等类 所以云合而可度 我所领悟到这个法太微妙了 无上深深微妙 众生呢 不太能够接受 不但不能接受 反而还会起毁 棒造业堕落 所以呢 如何讲 怎么讲 所以佛原本呢 他是不讲的 他要马上入涅槃的 但佛一起这个念头 一起要入涅槃这个念头 这个梵天神啊 跟第四天啊 他们就紧张了 他马上呢 来请佛呢 请法 请佛转法轮 请佛注释 因为呢 佛如果不说法 众生呢 大部分呢 就会随着他的贪嗔痴 而呢 在这个牲口印里面 造业 就会堕入三二道 就三二道充满 而诸天众 减少 所以他继续说说 二十日诸犯王 及诸天帝士 父士士天王 及大志在天 并与诸天众 眷属百千万 恭敬何掌礼 请我转法轮 这犯天神跟第四天啊 知道的佛陀 马上要入涅槃 他们就赶紧来请佛转法轮 请佛注释 所以法要有人请 有人请 就有人宣教 如果那时候没有犯天神 跟第四天 这些诸天神众 这些诸天父法 来请佛注释 请佛转法轮 佛就入内盘 佛就入内盘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缘起来感恩啊 感恩这个诸天神 诸天父法 因为有他们的请佛注释 有他们的请佛转法轮 那我们今天呢 才能听闻佛法 才能听闻佛法 所以我们佛教啊 这个佛事啊 比方说像这个大法会啊 这个良黄宝灿 乃至呢 这个水路大法会 所以里面就有摘天 摘天 那有些佛弟子啊 佛弟子啊 他可能呢 没有读过这个法华经 没有知道这个缘起啊 他就会认为说 我们佛门弟子 为什么要拜天神呢 这是天神是外道 我们为什么要摘天呢 但是如果我们读了 这个法华经的这个佛陀 佛转法轮啊 的这个缘起啊 我们其实呢 要对于这些读天父法 反而我们要心存感恩啊 心存感恩 因为有他们的请请 佛才注释 佛才转法轮啊 所以我们是抱持着一种感恩的心 敬人者人恒敬之啊 我们是抱持着一种感恩的心呢 来这个摘天 来摘天 来摘天 那这个 我们呢 有这样的一种感恩之心啊 我相信这个诸天父法 他也才会 赋持我们啊 你看这个佛法 如果没有这些 这个国王 这些大父长者的父词啊 这个法要流传啊 就不是那么容易 在人间需要有这些国王 大父长者有利人士的父词 那在法界里面呢 也是要有这些 父法隆天啊 诸天神众啊 的父诱 跟父词啊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我们读了法华经 这一段 佛转法轮的这个缘起啊 我们对于摘天啊 我们就有另外一层的了解 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 固守着这个 教理 或是戒律 认为说啊 这些诸天神众 他们是外道 我们为什么要拜他 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一个 偏狭或狭隘的观念 我们是心存感恩 然后呢 感恩这些半天神 诸天神众 他们在佛陀开悟的时候 一起要入涅槃的这个关键时刻 他们站出来 请佛注释 请佛转法轮 我们今天 才有这个佛法得以听闻啊 才有这个佛法得以修行啊 才能了脱生死 所以我们是以这个感恩的心 来办这个灾天的这个佛事啊 这一点啊 我们都是要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理解 正确的理解 那佛有犯天神的一个奇请 所以呢 佛就下座前往佛罗奈陆野院去初转法轮 杜无比丘 杜无比丘 这是呢 南传佛教的说法 南传佛教的说法 那因为呢 经典的传入 它不是由印度 直接传入中国 它是经过这个新疆中央 乃至于或者是从大陆之辗转传入中国 那它传入的这个时间啊 这个经典的这个顺序啊 也不一 也不一 所以呢 大小圣经典从实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啊 我们中国人呢 它对于经典的这个时间的顺序啊 的这个理解啊 就跟南传佛教不太一样 就所谓的叛教的这个说法 那根据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个五十叛教 五十叛教 他就说啦 这佛陀在这个菩提树下开悟之后 三七二十一日啊 他其实呢 是在定中 定中 为善根弃者呢 来讲述这个华严经 讲述这个华严经 我们这个 知道啊 这个智者大师翻译这个兜沙经啊 它就是这个华严经的续品啊 华严经的续品 所以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五十叛教 他提出了认说 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 三七二十一日 他是先讲述华严经 但是呢 因为众生的根基呢 还不到 还不到 对佛的境界 佛的功德 佛的殊胜 佛的富贵 一般众生体会不到 就像说国小的程度 你跟他讲这个博士的这个课程内容啊 他无从理解 无从理解 所以呢 佛只好 再从这个阿涵史 先从基础 这个世圣地 拔正到 这个是 从这个阿涵史 才讲 那等到众生的根基 慢慢慢慢 他的这个根基 基础达好了 就方等时 波勒时 乃至呢 到这个 华华 涅槃时 这个众生的心向体态呢 这个通态了 通态了 他的心胸宽阔了 心胸宽阔了 所以才讲 这个华华 跟涅槃时 这是 这个我们 北传佛教啊 在这个智者大师的五十叛教里面 他的说法 跟南传佛教的说法 稍微不一样 稍微不一样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典传入的时间 跟经典传入的方式 以及大小圣经典 同时传入我们中国 所产生我们中国佛教特殊的这个叛教 叛教思想所导致的 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才能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北传佛教的这个五十佛头说法 跟南传佛教不太一样呢 原因就出在这里 原因就出在这里 那我们再来好好思考说 这个为什么安世高呢 他所翻译的大部分是小圣经典 而且呢 重点摆在禅述 就是安班所义经 修行道地经 而这个支柔佳乘呢 他所翻译的大部分是在于大乘 尤其是这个道行波尔经的这个波尔星空思想呢 为什么佛经出传中土 是这个大小圣同时进来 这个缘起啊 圣身啊 我们不要轻易 轻易就把它放过 不要轻易就把它放过 如前所说的 这个佛陀 在菩提宿下 他所领悟到的 他领悟到什么 那我们禅座 安世高翻译的这个禅述 安班所义经 修行道地经 这是禅座 禅经 佛教的禅座 跟其他宗教的禅座 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厘清的 必须要做一个厘清的 就是说 禅座呢 它是三界圣贤所共通有 你即使一般外道啊 一般这个圣贤啊 他们也都有禅座 道家也好 道教也好 乃至儒家 指定禅安律等 他也要做中这个禅座 禅座 乃至印度啦 博龙门 印度教 那更不用说啊 更不用说 那所有的宗教界 乃至于圣贤 他们都会禅座 那佛家的禅座 跟他们有什么差别 那佛陀在菩提宿下 他领悟到 又是领悟到什么 这一点呢 是我们必须要去甚深思考 必须要做一个离清的 做一个离清的 那佛陀呢 他在菩提宿下 他领悟到的就是呢 宇宙万物呢 都是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称 此无故彼无 此面故彼面的一个圆起法 圆起法 圆起法 是我们佛教 亦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 一切宇宙万物 皆是由因缘和合而成 也由因缘消失而灭 他都是一个缘起 因为缘起 所以他是 无常的 他是苦的 他是无我的 这一点 是我们佛教的一个中心 核心思想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等于说 在禅修禅作 我们就是要领悟到 无我 无我 空性 如果在禅作里面 我们是修 修着 修到认为说 我比 人家 厉害 我有神通 那就是 在一个 深层里面 还有一个 我字 还有一个我字 那就不是佛教的一个禅修 佛教的禅修 是透过禅修 体悟到 无我 正如空性 这是佛教的一个禅作 异于其他宗教 乃至异于其他圣贤的一个特殊 书胜处 书胜处 比方说 我们一开始 就要讲到这个安世高 他这个同参道友 他修行很高 很精进修行 但是他就脾气大 脾气大 所以呢 他虽然修行有福报 但是呢 脾气大 就堕入大蟒蛇 大蟒神 这个神 那我们知道 这个在慈悲三昧水灿里面 也有这个 芋头兰符 芋头兰符修道呢 这个飞翔飞翔处定 飞翔飞翔处天 他呢 也因为在这个禅修的时候 这个 嫌这个鸟太吵 所以他起了一个称心 要变成呢 这个可以吃鸟的 这个可以吃鸟的 然后叫做 移到这个 河边 那个湖边啊 想说这个湖边啊 没有这个鸟巢啊 可以好好安静呢 很凶 没想到这个湖里面有鱼啊 在那边跳跃 噗通噗通 在那边跳跃 就这个芋头兰符啊 又嫌这个鱼跳啊 草啊 所以就起了一个称恨心说 要当可以吃鱼的 所以当他呢 这个天府想尽啊 天府想尽啊 一堕落 马上呢 就堕入出生道 当飞鲤啊 这个既可以飞 可以吃鸟 又可以转入水里吃鱼啊 就飞鲤的出生道 所以呢 这个禅座 要悟悟什么 修修什么 就是呢 无我 要领悟到 要修到无我 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合而生 因缘合而灭 他是无常 无我的 那般人呢 是诸佛母 诸佛母 出生一切法 是这个大乘佛法的纲要 的纲要 那怎么样 才能生起不忍妙智慧呢 一样 也是要体悟到无我 金刚经里面就有提到说 以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这段金刚经的经文啊 可以说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的啊 修行的一个标的啊 就是说 我们知道六度万恨啊 六度万恨啊 六度万恨不失 慈戒忍露 精进禅禅禅 波勒 这六度 六度万恨呢 这个波勒 精进 波勒 慈戒忍露 精进禅禅 这是诸二末座 众善奉行 通一切宗教 通一切圣贤之道 三界世间法所共有的 修行的一种 共通法 那光有善呢 还不到究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善啊 他呢 是有的人行善 是有所求的 是有所求的 或者有所助向来行善的 比方说 他呢 这个耗耀明文啊 或者呢 求这个立揚啊 或者是贪世间的这个 育乐啊 或望这个来世的果报 如是呢 这个助向行善 那善业越多啊 得失心越重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一个我 在行善 是以一个有我 有所执着 助向行善布施 的这个心呢 来修这个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的 他是以有我之心 助向行善布施 来做一些 行善事业的 所以呢 有所助向来行善布施 行五度啊 最多呢 顶多是到这个 仁天呢 仁天有肉的果报 仁天有肉的果报 所以就有顺便一句话说 好佛是 儿媚佛理 不懂得佛理啊 所费呢 虽然很多啦 但是呢 不悦仁天有肉之音啊 所得呢 不过是 仁天有肉果报 为什么 他一个一个 有我之心啊 有我之心啊 有我之心 有我之心 那就还是在于三界之内 是有违法 有违法 那唯有 唯有你在这个 扎实的 行着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 这个五度的修为 你能够修到心坎里 能够去除我直我向 修入无我 修入无我 你才能呢 透过这扎实的五度 开发出波仁庙智慧 就所谓的 要自尽其义啊 是诸佛教 要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唯有清静 才是究竟 唯有清静 才是究竟 唯有清静才是究竟 这是三界共同法 没错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 就知道 光善还不到位 还要更进一步 去除我直我向 去除我直我向 修入无我 才能从扎实的五度 开发出波仁庙智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清静 才是我们佛教 异于其他宗教 乃至一般圣行之道 得一个高超殊胜之处 那怎么样才能清静呢 就是无我 叫无我无师 才能清静 所以金刚经就有图到啊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真是菩萨 能够修到无我 才能体会到这个空性 才能体会到这个空性 那我们众生呢 都是因为奸贪啊 因为奸贪 而来轮回 那奸贪就是什么都要抓 什么都要抓 但是呢 真理呢 真理却是有守 有舍 才能得啊 有舍才能得啊 这个三藏十二部啊 三藏十二部经典啊 这个不出元旗法 元旗法 那八万四千个法门呢 无一不再对质我职 我相 乃至进一步去除法职啊 所以呢 虚空不具万象 虚空不具万象 虚空不具万象发挥啊 才能成其大 虚空不具万象发挥 才能成其大 那我们的手啊 也必须要空出来 才能做东西啊 所以才能三轮体空啊 得要三轮体空啊 才能纳受福德 才能纳受福德 所以这个修行啊 修行都要 会归于我们的心性 会归于我们心性 有扎实的布施慈戒冷露精进禅定 这五度的修持作为啊 才能对波瑞产生信心啊 产生信心啊 但是 你有扎实的布施慈戒冷露精进禅定 你要修入心坛里 去除我职 我相 修入无我 才能开显波瑞妙智慧啊 才能开显波瑞妙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啊 平日的念佛慈戒冷露精进禅禅定啊 八万四千个法文啊 都要会归于心性 会归于心性 要柔软我们的心性 要谦卑柔软 为公为众 无我 无私 慈悲喜舍 善用其心呢 来 以无我 是相 无我 向人 向众生 向受者 向 无我 是相 来行 六度万恨 来行六度万恨 就能够 得到呢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个六度啊 就是能够登彼岸的普罗密 登彼岸的普罗密 那有了 这个 这个 不忍妙智慧 还要再进一步 还要再进一步 升起大悲心啊 升起大悲心啊 以慈悲为上手 以慈悲为上手 以慈悲领众生 喜舍济寒事 善用其心呢 行六度万恨啊 其利乐众生 才能就近圆满佛道 所谓 对尽无心了凡尘啊 无心由非真修行 无助身心行六度啊 方为如来接棒人啊 就是说 你有 精进扎实的 这个布施词戒 人路精进禅定 来修入心坛理 修入无我空性 才能开显波仁妙智慧 有了波仁妙智慧之后 还要再进一步呢 进一步呢 起这个慈悲心 以大悲为上手 善用其心 行六度万恨 方为如来接棒人 就像这个佛陀啊 他在菩提树下 领悟到这个元祈法 他要马上入涅槃 就是因为有犯天神 第四天 诸天赋法的一个请佛注释 请佛转法轮 所以佛呢 欣起慈悲心 就呢 从这个佛陀佳亚 走一百多公里 走到这个 Pro9的这个路远院 去度吴比丘 佛陀也没有打电话 我叫人去找这个吴比丘 说我已经成正觉了 我已经是佛了 你们要来请我转法轮 你们要来这个佛陀佳亚 听我讲经说法 我没有这样 我没有这样 反而还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主动呢 下座 走一百多公里 从这个佛陀佳亚 走到Pro9的这个路远院 去找这个吴比丘 所以慈悲心呢 慈悲心呢 是一切诸佛功德之根本 是波尔波罗蜜之母 诸佛之母 菩萨以大悲心 顾得波尔波罗蜜 得波尔波罗蜜 顾得作佛 顾得作佛 所以我们这个 中国佛教的丛林早特啊 丛林早特 一开始呢 就送这个仁言咒 先入这个仁言大定 那仁言咒之后 为什么接这个大悲咒 接这个大悲咒 就是要告诉我们行者 你不能着重在这个禅定之乐 不能着重在这个禅定之乐 要兴起这个大悲心呢 去利益终生啊 但是你要去 兴起大悲心去利益终生 你得要有扎实的五度啊 你要有扎实的不思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有扎实的五度修为啊 以无我之心呢 去行六度万恨啊 立益终生啊 那才是正道 那才是正道 那有了这个大悲心 去利益终生 你要接着十小咒 为什么要接十小咒 就是你要做这个六度万恨 去利益终生 你要有这些父法隆天啊 不管是有利人士 乃至于法接的父法隆天 的父佑加持跟协助帮忙 你才能行六度万恨啊 所以为什么仁言咒之后接大悲咒 大悲咒之后接这个十小咒 就是呢 叫我们行者 不要当尽于这个禅定之乐 不要当尽于这个禅定之乐 要兴起大悲心 如同佛陀 在这个菩提树 开悟之后 他也要下座 兴起大悲心 主动出击走到这个波罗奈的这个陆远院 去渡吴比丘 渡吴比丘 那你要兴起大悲心之前呢 你要有这个扎实的 不思辞戒人路精进禅定 五度修辞 作为啊 修入星坛里 去除我职我向我慢 才能开发波仁庙智慧 然后以大悲为上手 去行六度万恨利得众生 又要死小众 要复法隆天的这个妇佑 要有有利人士的这个父慈 你才能行六度万恨利得众生 那最后我们接这个 波罗心经跟摩波罗波罗蜜 就一切呢 有这个扎实的不思辞戒人路精进禅定 五度修为 以无我之心行六度万恨 开发波罗妙智慧 都要慧归于心性 柔软心性 慈悲心性 谦卑心性 畏公畏重 都是由这个心所显发的 所以若能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光法戒性 一切为心造 慧归于心性 修行都要慧归于心性 转化我们的心性 转化我们的心性 柔软我们的心性 地经 转法轮经 转法轮经 这些 然后呢 又有资罗加乘翻译的这个 波罗尔道行经 这个缘起 盛生 缘起盛生 我们不能轻易放过 不能轻易放过 所以我们历史啊 它是一个过去的事件 我们现在读它是一种史的资料 但是呢 从这些资料里面 我们如何获得波仁妙智慧 就是要透过文师修 善用其心 用心去体会 我们呢 就能够体会到说 祖德 他为什么佛法出传入中国 是先从禅经 跟这个波罗经 作为一个翻译的开始呢 这个缘起盛生啊 缘起盛生啊 我们不要轻易放过 不要轻易放过 所以有的人呢 在这个地方啊 他没有去好好思考 好好体会 他就认为说 我在大殿啊 或者我在禅堂啊 念佛堂啊 很精进用功 但是他这个精进用功 却没有回归于心性 却没有回归于心性 柔软我们的心性 转化我们的心性 开发我们的慈悲心 为公为众去利益众生 在这个精进用功里面呢 去去除我执 我向我慢 他没有回归于心性 去去除我执 我向我慢 但这样呢 就反过来 助长了他的我执 我向我慢 我在大殿里面 多精进用功 送了多少布金啊 我在禅堂里面 做了几炷香啊 我在念佛堂里面 念了多个 多小时的这个佛啊 你们都是业障鬼 懈怠鬼 都不懂得精进用功 那这是什么 这是我慢 这是我慢 修行要回归于心性 柔软的心性 谦卑我们的心性 这个朱东坡啊 他就见这个陈昊大师啊 那陈昊大师就 请问苏东坡 官能尊姓大名啊 这个苏东坡就是我姓秤 专门秤天下长老有多重 这个陈昊大师一听啊 就没了 赫 请问官大人啊 我这一赫多重啊 这个苏东坡啊 丫头无言 所以我们持戒 是要持自己 而不是把这个戒命当作持戒 到处衡量别人 到处衡量别人 那就是一种我直 我像嘛 所以不是你持戒 就是在修行 而是你持戒 有没有会归于心性 转化我们的心性 那我们的心性更加慈悲啊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寒暑假去亲近这个参与老法师啊 每次上去联邻室啊 这个老法师看到 就会说啊 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谦虚 还要再谦虚 叫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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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卑 每次去联邻室 老法师呢 他都会这么讲 这么讲 所以呢 等到我出家啊 这个师父啊 就跟我说 你的法名 你就自己取吧 我想一想 要取什么呢 我就想到参与老法师所说的 谦谦君子 卑以字幕 那我就 取这个印谦 来纪念这个老法师啊 就每一次 去的时候 他都会这样的勉励我们 就印谦 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缘起这么来 那每一个老法师 其实能 不是实相全能 不是实相全能 但是呢 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呢 就学到一点 就是老法师啊 他每一次啊 这个 到他聊访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今天这个某一件事情 或某一个人 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想说 这老法师已经八十几岁啊 那我们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那师父怎么会问我们这些 看法跟意见呢 大家南北他走透透了 他为什么还要问我们呢 那然后师父一问呢 我们也不得不答 但我们要回答 我们就会很谨慎 讲不可以预约这个奋纪嘛 都会很谨慎的回答 那时候师父听我们回答的很好 他就哈哈大笑 那从中我们就得到信心 那同时也学到一点 就是人家老法师啊 大江南北走透透啊 八十几岁了 他还会问我们这些小伙子 对这个事情 对这个人 我们的看法怎么样 会听听我们的看法 听听我们的意见 如果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看法 有独到之处 他会给你肯定 他会哈哈大笑 给你肯定 所以从中啊 就让我们学到啊 这个修行啊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修行呢 很容易犯一个 自己想自己对 自己想自己对 自己对 自以为是 其实呢 大错特错 凡事呢 都要听 多问多听 多问人家 多听人家的意见 不要自己想自己对 自己想自己对 自以为是 固执只见 固执的不得了 人家 他提供不同的意见 也不听 也不接受 就是固执的不得了 无 没得商量 没得讨论 你就跟他讲的意见 如果 不太一样 太过于跟他 坚持的话 这个 就拐着筋啊 拐着筋啊 俺们就不来啦 俺们不来啦 就是我们修行人 学佛弟子啊 很多都会犯到这种人 这个毛病 我想呢 相信 这个 这个 直播前面的很多法师啊 听到我讲这个 都会感同身受 感同受受 其实我们学佛弟子 在这个地方啊 真的要多加注意 多加注意 休息要回归心心 投卵心心 不要自己想自己对 自以为是啊 人家意见要多问多听 多参考 不要呢 固执的不得了 坚持呢 这个 己见啊 没得讨论 没得商量 太过为坚持啊 人家跟他意见不合啊 他就 俺们就不来啦 就拐着筋啦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固执生命电视台 邮政画播 户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画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继蒙山施石法会 日期12月23日上午9点开始 公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月 公请赞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下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电梯